他好像在脱口秀这个领域 没有什么直接的对手 他是在自己的风格里 自己卷自己 居然得越来越好 掌声有请杨波 哈喽 他们太倦了 每天写稿到凌晨7点 我晚上11点睡觉 7点起床 把他们房间的寝物打扰 换成立即打扫 我们竞争太激烈了 包括在后台 今天的主题是躺河卷 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 我有个rapper朋友 都在考 我说 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 他说 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 他考上了 工作是给领导写稿 现在他们开会 已经有flow了 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王科长 旁边座位没人 写着 别来站边 我女朋友是山东人 我跟她妈说 效果文化是国企 前两天 有人找我直播带货 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 他收了出厂费 我说我来吧 网红干不了 那次之后我明白了 为什么明星们 都去直播带货 原因和我一样 为了给家人谋福利 我中学条件很差 学校教游泳 没泳池 趴地下汗泳 看起来像练蛤蜂工 但我学习很努力 考上了大学 这在我们村很少见 我同龄人 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 他们问我考怎么样 我说还行 上了个211 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 还做了横幅 恭喜杨博高考 取得211分的好成绩 我不算厉害 隔壁桌考了985 他们横幅上写着 恭喜抽满分200多分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在重庆学的 去年我说我有个称号叫海王 其实不准确 应该是嘉陵江渔王 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 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 我想去交流一下吧 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 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 我说你别太过分 我是嘉陵江渔王 他说少废话 我是黄海龙王 我养鱼的时候 接触到脱口秀 开始疯狂写笑话 鱼堂没关中 我给鱼讲 鱼一直不理我 直到有一天 我讲着讲着 发现上来听的鱼越来越多 我非常开心 然后发现望开增养鸡了 当时一眼望过去 鱼都是肚皮炒上 老板过来 怎么回事 我说笑翻了 老板人好 没跟我计较 他说算了 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 游泳会吧 我说分情况 在水里就不会了 谢谢 上节目之后 我很不习惯 身边人都叫我老师 叫得我贼不好意思 还去考着个教师资格证 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 很有底气了 昨天试服装 他说杨老师 你等我一分钟 我去拿个鞋 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其实我时间到了 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 我真心觉得 我们可以向鱼学习 不躺不卷 就游 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 希望同学们 都有鲤鱼月龙门的那一天 那时候请记住 鲤鱼是淡水鱼 好 大家谢谢 哈哈 鲤鱼月龙门的那一天 哈哈 鲤鱼月龙门的那天 我认识你 哈喽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说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谢谢 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喜欢你们 有来有往嘛 我们继续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挤脚 我们继续啊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我想说 我们这帮人 为了这个节目 真的很努力 一些南方演员 每天练绕口令 刘奶奶 找刘奶奶 买刘奶 我说你这样不对 应该是刘奶奶 找牛奶奶 买经典超绿牛奶 六颗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牛奶奶说 这么好的牛奶 我才不卖给牛奶奶 可以可以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 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 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 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打水漂 之前 我约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年环到了对岸 被人捡走了 好在对方 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我好 三下就沉底了 对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我会什么 会隐身 你讲完了 谢谢 吃灯了 厉害厉害厉害 我看周迅杰已经开始打起鼓来了 是吧 就这样的 每个下巴 啪啪 啪啪 太喜欢了啊 迅杰就等杨博这一段了 对我特别喜欢她的这个方法 其实她这方式也特别适合你 慢慢说 对我翻译包袱出来 对 我就特别喜欢 而且她说的很广 就是好多事 好多事 好多事 对因为都是下编的嘛 所以会很广一些 她就是天上一角 地上一拳的 这年杨博这个 One Under风格 第一次尝试 今年感觉已经练成了 如火纯精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方式的那个特点是啥 她就是停顿 比如说 读读书 就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 让你这么一说 感觉太没有难度了 不是 她就是把 但是杨博他大师 我们只是喜欢 喜欢 别别别 不敢不敢 还是自信 自信 对 还是自信 我觉得这种风格的东西 一定要贼自信 就是不自信 你也得停起来 我觉得 西服就是我停起来的工具 就是 就是有他 我就感觉 哇 我自己能够更挺拔一点 更自信一点 我觉得杨博每回这个笑话 看起来都跟放花似的 他每次 你就感觉 砰 放出来了一个 然后你就鼓掌 那种感觉 特别的灿烂 我也是来这才知道 什么叫One Under风格的 他这个风格男 就是他 他没法练 因为他去开房卖店的 就他在下面讲 下面二十多个演员 猜他后面怎么翻 然后刨他 所以 练就了他 现在就是很难猜到 他那个转折是什么 这个有好处 就是演员猜有好处 就是他们如果猜到的话 我就 抛弃了嘛 也是一个帮我筛选的过程 这个创作还是很难的 无论如何 恭喜杨博 获得四灯 竞技成功 挺上天花板 谢谢 谢谢 杨博其实他讲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和蒙恩一直在聊 就是他每天都是怎么写段子的 因为我们写段子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一个小观察 但是他那个完全就是特别的天马行鸿 就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事情 杨波的那种方式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我喜欢脱口秀的表演者 能够把我脑子弄乱